他家这个上菜速度我是没有想到的 特别特别快 一分钟全部上完了 大家好 我是杨泽 你有没有很多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现在吃不到了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在2000年 它是沈阳最受欢迎的怪餐店 但是现在也只剩下一家了 特别特别香 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味儿了 带大家去吃一吃他们家的味道 还会不会像从前一样 Let's go 这是沈阳的最后一周冬天 小三轮很少见了 他家的牌虽然在外嘛 你得进去才能找到它 藏在一家超市里 周末人还是超多的 你好 拿两份米饭 在这儿是来一个红烧牛肉 一份干面芸豆 再来一个红烧茄子 还有什么肉菜提前吗 红烧肉汁 再给我来一份鸡块吧 后面那个是什么 给我拿两份鸡汁 也都是拿票去 这么快就好了 谢谢啊 大家这个上菜速度我是没有想到的 特别特别快 一分钟全部上完了 而且特别有食欲感 这个鸡汁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味道 机器打的那种鸡汁 酱块鸡 这个鸡肉好吃 小时候在食堂的那个味道 一秒钟给我带到初中食堂了 特别下饭 它又是那种咸口 带一点甜口 就沙养很多的菜吧 它都是会有一些甜口的 红烧牛肉 它里面怎么有五番茄味 这还是牛腩 牛腩是吗 熊市牛腩吗 这还是牛腩 但它上面写的是红烧牛肉 它有一股番茄吧 它里面也没放熊市吧 放是土豆 应该有 这个土豆应该是炸椒的 肥的牛肉更好吃 干鞭豆角 这个菜基本上谁家都不会做的很难吃 茄子 这个茄子太好吃了 这个茄子油很大 但是吃起来它嘴里特别软 来一个中级烫泡饭 它们家鸡肉汤泡饭巨香 吃起来感觉就特别棒了 没有任何问题 应该是鸡口肉 作为一家老店 这么多年的口味还是没有变化 我觉得也是特别不错了 葡萄和牛肉简直太绝配了 一块鸡肉 一块牛肉 给它加上大股蛋 我认为好像就没有做不好的茄子一样 茄子这个菜真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你还能吃一碗吗 我吃到一碗 有饱了 那你再帮我买一碗吧 再来一碗米饭给你 再来上一口童年小果汁 但那个时候卖的比较便宜 现在比较贵 也应该超过三块钱了吧 它这饭就可以舔了 饭是可以舔的 我去跟他说舔一下肉 我买人 这是啥呀 这钱呢 多少钱呢 两块 你好 帮我舔碗饭的 好嘞 谢谢 他们家最早是什么时候开的 很早 小的时候选很多家吧 很多的 差不多 都是快餐缺人远行公司 但那个时候价格贵吗 那可真没影响 那太小了 那兑钱是没概念 他们家这个鸡肉真绝好吃 发现了一块鸡皮 鸡身上最好吃的就是鸡皮 其次是鸡汤 最后是鸡桶 它茄子里虽然也有土豆 开始放在里面的时候 我都没发现 骨豆弯无接合烧 清盘结束 他家的菜总体比较油 是属于说是吃一口特别香 但是你要是吃多的话 往后可能会特别腻 我觉得味道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因为他这个鸡肉做的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今日一共消费是66块钱 我觉得价格还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比较便宜了 大家好 我是张子 我们下期再见